他 他总嫌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从小是娇生惯养 但是现在我为他 已经做了很多改变了 我慢慢地学着洗衣做饭 可他却还是挑剔我 做得不够好 我觉得他就是 新鲜感过了 就越来越厌烦我了 他现在经常很晚回家 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现在真的特别忙 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他 而且我觉得他太幼稚了 说实在的 我如果顾及他太多的话 会很影响我的时间 我为他改变了这么多 现在他留下一句分手 快乐就走了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分手也能快乐 说起来很轻松 其实你仔细一想 又有一些心酸 来掌声请出这对年轻人 掌声有请 男嘉宾廖先生 二十三岁 来自江西培训老师 女嘉宾杨女士 二十二岁 来自陕西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谈了多久啊 快一年了 分手快乐 你快乐还是他快乐 还是希望你们都快乐 不是你写的吗 对 我觉得 谈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 这段感情走下去 会越来越累 所以我就写了这句话 你想分手是吧 对 您想挽留 是这意思吗 所以您来的是吧 是 我就是挺珍惜 我们这段感情的 我不想就这样 就是轻易地就放弃了 所以今天咱们 从哪儿开始说呢 就是先从 我们怎么认识的 好 怎么认识的 就是有一次 我们学校有一个晚会 然后当时 我就在下面看节目 然后他当时是那个 维持秩序的一个工作人员 我觉得当时就挺 注意他的 然后我正在看节目的时候 然后他 我看他也在台上 然后他是他们乐队的 一个吉他手 我当时就更对这个男生 感兴趣了 结束之后我就问他 要了他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就 就经常找他聊天呀 然后就算是死缠烂打吧 然后就追了他半个月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就是你追的他 是吧 是 是因为外表 还是因为他会弹吉他 觉得他就是 挺棒的一个男生 有才艺啊什么的 就觉得挺好 这个特别正常嘛 谈恋爱就是这样嘛 一下就心动了嘛 后来呢 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对我 就是算是特别好吧 嗯 他挺会做家务的 也挺会做饭的 然后经常就是在家 就是把家里就 打扫得就是特别的整洁 然后也经常会 给我做饭吃 晚上的时候 也会帮我洗脚呀 擦脚呀这些他都会 还有就是晚上 每天晚上都会帮我 冲一杯牛奶 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 也就会帮我 穿鞋呀什么 就是把我的生活 都照顾得特别好 这个都是你干的 都我干的 现在呢 可是现在他就 对我就越来越不在乎我了 本来我就从小也就 比较娇惯 然后在家里就是 家务呀做饭这些 我都不会做 我就为了他 我就学了很多 然后就经常就是 给他洗臭袜子呀什么 我都帮他洗 然后晚上他每天特别忙 晚上回来我还得做饭 给他吃 因为我做饭没有什么经验 然后就是蒸米饭的时候 有时候水放多了放少了 他都会说我 还有一次我洗那个山药 洗完之后手就特别地痒 然后我就在百度上面查一些 就是解痒的办法 他就说我矫情 那本来我觉得就是 很正常一件事情 何必就是 可是我就查一下 我怎么就矫情了 你怎么不看我就是 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改变了那么多 我觉得就一个女生独立 应该从小就应该培养 那个习惯 我并不觉得就是 可是咱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你也从来没有 就让我什么都不做 可是后来我就做了那么多 你还是说我这不好 说我那不好的 慢慢地我觉得就是 培养他独立 有这个习惯之后 我觉得我不用过多的说太多 然后他总是有很多 这样那样的事情 这个双方心里各有委屈 女生是我为你 你看做了这么多 男生是说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其实你早就应该 会做这些事 对 还有吗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我们 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俩就是一些小东西 比如说电影票呀照片呀 或者就是我们一起去哪儿 玩的车票什么的 他都会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 可是有一次我就发现 他把就是我们第一次的合照 就打印出来的照片 就随便扔在桌子上面 而且都褶皱了 然后我就特别的特别的生气 我当然我也有跟你说过 我说那盒子 除了放咱们照片 我还放我的U盘 我工作上要用的U盘 把照片拿出来之后 我肯定就忘了放回去 可是如果对你很重要的话 你怎么可能就是 而且我就是这么一次 没有放进去 他就一直把这个事情 揪着不放 嗯 女生会认为说 这么重要的物件 你不在乎的 肯定也不在乎我 对吧 我们说对你怎么样好不好 就是以前我生病的时候 他就特别着急 立马送我去医院 可是我现在说 我哪儿不舒服的 他就装得听不见的样子 嗯 我就觉得这个男生 变得也太快了吧 就是以前对我的各种好 就现在全部都看不见了 我就经常就是有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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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就算我之前看到什么不太好东西 我都完全相信他 我就对他百分之百的信任 可是后来 就是最近这几个月 有一次他去北京出差 他又去待半个多月 中间特别想他 我就想去北京找他 结果我到了北京 到了他住的那个酒店 然后我就看见在大唐 我就看见他跟一个 穿得特别性感的 一个三十多岁的一个女的 他走在一块儿 我当时是惊呆了 不敢相信我眼睛 看了这些东西 那是我一个合作伙伴 我跟他约的是 在我们酒店的大厅 然后刚刚出来之后 撞见他了 而且师傅我也有跟他说过 我说就很正常的关系 当时他看见我们这个情形 他上去就给人推了一把 我就是轻轻碰了一下他 我那不叫推 而且我师傅也给他道歉了吧 那是道歉了 但是我这个项目 也没有谈成 可是现在我只能听见 从你嘴巴里面 说出来的东西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到现在还是不清楚 对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连基本的信任 都现在没有办法确立 那你为什么从来不考虑一下 我为什么现在 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在北京还跟那一位女士 有肢体冲突 是这个意思吗 听下来 我就是轻轻碰一下他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发现有什么 让你不能接受的事吗 还有他平时就特别忙 早上八点出门 晚上就是最迟 也不会超过十二点回来 有一次都凌晨就十二点半了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问怎么还没有回来 他说他在学校门口 就碰见了就是 他几个好朋友 要去学校对面的一个餐馆 谈点事情 我说那你多久能回来呀 他说最多半个小时吧 然后就过了四五十分钟 还是没有回来 我就给他再打电话 电话就关机了 我就挺着急的 我就给餐馆老板打电话 餐馆老板说他们还在吃饭 我就心想那再等一会吧 然后过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回来 我就心里特别着急 我就想出门去找找他吧 然后出门外面还下着大雨 又那么晚就打不到车 我就淋着雨跑去 然后我没进去 我就在外面看见 就是他跟几个女的 在那儿说说笑笑 喝着酒 特别开心地聊天 但我觉得他现在就是 对异性这两个字 就特别地敏感 可是我 我竟敢看见 当然是除了女的 是不是还有男的 对吧 还有朋友对不对 我就只看见你 跟那些女的在那儿 说说笑笑的呀 那有的时候吃饭 难免就会说一些 开心的事情 就是他有的时候把这东西 我觉得放大化了 所以导致我现在 我觉得我越来越累 而且我当时就为了他的面子 我也没有进去什么 我就又原路返回了 回家之后就等了 一会儿他是回来了 然后喝得醉醺醺地回来 就是满身的酒味 就脏兮兮地倒头就睡 然后我就挺生气 我就问他 你刚才到底跟谁在一块 到底在干嘛 他就把我甩开 然后就睡了 我那天马上就在地上睡了一晚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我八点就去上课了 然后他第二天下午两三点才来找我 一觉就睡到那么晚 姑娘我问问 就是你们谈恋爱的这个阶段 除了他最近有这个变化之外 你们俩其他的什么理念 这些磨合磨合得好吗 我们俩可能就是 消费观上面好像还是有些不同的 就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俩一起去超市 买就是家里用的东西 就是柴米油盐之类的东西 然后他总会挑 就是价格最低的去买 然后他还经常会买一些 就是特价的处理的那种 蔬菜呀水果呀什么的 然后有一次我去超市买了一些 就是进口的水果 就是因为没有吃过 我觉得就尝尝鲜嘛 就被他大说了一顿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 为什么 我就觉得就是现在 只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 讲究一个品质 或者讲究一个牌子的东西 而且现在就是 创业就在其实说实话 花的钱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 该省的地方 我觉得我觉得就在我 节俭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他非得去跑到一些 什么进口的商品店 去买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没有必要 平常家里用的柴米油盐 什么的 我也是会去超市买 我又也不是什么 买什么进口的 而且我就是偶尔 买些比较就是贵点的东西 可能还有贵的好处呀 而且我都是在 咱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然后你就是不能理解 经常说我 所以男生是希望 日子过得节俭一些 是吧 女生可能希望 能够在品质上面 有一些保证 是这意思吧 那你是现在在哪儿创业呀 在石家庄 石家庄 你在石家庄读书 刚才说大四了是吧 资料上面没记错 你应该是陕西人是吧 对 是 那你毕业之后你要去哪儿呢 我毕业我当然是想 他在哪儿 我就想跟他去哪儿 所以你是希望 留在石家庄是吧 你怎么想的 我想的就是 靠自己努力 在石家庄这个城市立足 虽然现在很艰苦吧 就很累 但我觉得靠我的双手 应该会有一个 很好的未来 他有的时候 老有这种想法就是 不要我那么累 说以后他爸妈 怎么怎么样 能给我自己上的帮助 他们也不就是非得 就是让他跟我一起 回我家 就这边发展 就是给他 就是提供一些建议呀 当然我就觉得就是 他家就有点想 让我做上门女婿 我觉得就是男人嘛 就是人求 智不得求 我就觉得靠自己双手 其实可以去 拼出一片天地 就是时间问题 比如说我需要 十年去成功 但是可能他爸妈帮助 我三四年就能成功 但我觉得 就剩下中间这六年 我估计还背负大家 别人对我的 就闲杂乱语就是 这个是不是女生家里 条件比你们家 条件相对好一些 对 是能给他在事业上 提供帮助是吧 是 好 你说我特想问一个问题 听你说起来很委屈 对不对 这男人有这么大的变化 那他都提出分手了 你干嘛不借颇下驴跑啊 可是我就是舍不得呀 舍不得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 就这一年来 就是为他付出的也挺多 而且他就是 以前对我的那些好 我就是不想失去他 我就希望就是他能跟原来一样 就是找一下就是当初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对我的那种感觉 好 男生你为什么要跟人分手啊 我觉得我现在的精力和时间 不允许我去恋爱 哦 就是你觉得恋爱 是个奢侈的东西了 你奢侈不下去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我现在选择面包 那你心意是已绝了呢 还是说还有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分析 一起进入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文件 来 姑娘 先纠正你一个观念 一个人对你好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他很爱你 还有一种情况呢 他当时只有你 他只有你的时候 他肯定对你好 因为他必须要对 某个事物好一下 但如果他开始有了 别的的时候 他可能就忽略了 当初那个只有那个 去对别人好了 或者对别的事情好了 所以对你好 不一定是爱你 明白吗 就爱你的人 一定会对你好 但是呢 对你好的人 不一定是爱你 姑娘 我给你讲几段 男人和女人 在分手时候的 不同的表现 你听听有没有道理 第一个 就是一个人啊 在追求你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 都是相爱的理由 但分手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 都是分手的借口 他喜欢你的时候 追你的时候 或者你追他的时候 你恋爱的时候 你身上的毛病也好 什么也好 都是相爱的理由 分手的时候 那些东西又变了 变成分手的借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男人在提分手的时候 他心里面想的一定是 我将来应该怎么过才好 我将来的目标是什么 他想的是未来 一个女人在经历分手的时候 她的心态往往是 你曾经对我有多好 曾经我们过的好日子 你想的是过去 这是你们现在心态的不同 还有一个呢 男生在分手的时候 总是喜欢找理由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因为那个理由 因为我要面包 因为我要什么 其实你不跟他分手 你就没有面包了 那么就饿死了吗 也不是嘛 这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理由 回避爱和不爱这个问题 刚才如果不是 赵春老师问你 你一直都不会去提 爱和不爱这个问题 就现在爱不爱 女生也是 女生你看你永远说 你曾经对我有多好 你曾经有多爱我 你一直在逃避 现在爱不爱这个问题 你们两个人都在逃避嘛 两个人都不愿意去 证实这个东西 尤其是你 你总觉得说 我逃避了这个问题 你就是还是爱我的 因为你沉浸在过去的 他对你的爱里面 厦门大学有一条隧道 隧道里面是很多涂鸦 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出名 叫我爱你 再见 我说一改一个字 叫我曾爱你 再见 你们就是这样 我曾爱你 再见 就这样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大概能够体会到 男生为什么 要到这个舞台上说分手 其实是可以在 日常生活当中分开的 但其实你是在逃避问题 你甚至于希望是 分手能够快乐 分手其实是能够让自己快乐的 因为你是一种解脱 但你相信 一定会伤害这个女孩 你不忍心 但是你欺骗不了自己 为什么说你们都不想分开 或者说想分开又不敢去 直接说分手呢 一定要还在分手上加一个快乐 其实就在于你们 都曾经在这段感情当中 有付出过 但是付出有两种 一种付出是能换回 对方的这种积极的态度 并且能让你们的感情 去加温的 那叫有效付出 一种付出是说 我即使付出了 但是对方不买账 反而呢你们的关系 并没有加深 这叫无效付出 曾经男生呢 投其所好 做过有效付出 你为他做饭啊 甚至于穿鞋照顾他 其实他心里是很感受的 但其实你骨子里 你想体现出对方对你的爱 不是这种形式上的 但是因为那个阶段 你做出了 对你来说是无效的 但对他来说是受用的 同样他对你的种种 都是基本上无效的 比如说 他让自己的父母 去提供自己的资源 来帮助你事业 对于你来说 非但无效 甚至有一种伤害 你这是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的能力 不相信我自己创业 可以把这个做好吗 所以你抵触 你是一定不会接受的 还有 女孩她是娇生惯养怪的 不会那些家务 对不对 去学呀 去揉衣服呀 她认为是有效的 但其实在你看来是无效 你觉得你就应该这样 所以说这种投入 你是不领及的 基于有效和无效 为什么会无效 还是那句老话 三观不合 虽然女生觉得 我自己消费得起 并且我追求品质 是可以的 但男生呢 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即使你的财物 已经到了那个地步 你也不会像他 那么去生活 这就是消费官上的差异 他千方百气去找你 你又那么不愿意 跟他沟通 说明你们没有 什么共同语言 不可能在一起 就不要耗了 说清楚了 因为你毕竟曾经都一起快乐 女孩也不用伤心 而且非常正常 没有说谈一次恋爱 就一定要有结果 相反 这样的结果 对你来说是一好的结果 直面的 让自己成长起来 所以你们不在一起 并不是你们每个人的问题 而是说 你们真是 不能共同的频道里面去共鸣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王尔德说 世上的悲剧无外乎两种 一种是得到了 一种是没得到 没得到就痛苦 得到了就不过如此 永远不要把新鲜感 当成男人对你的好 最开始都是新鲜的 只有整这双脚 变得遇见到苍老 他还愿意跟你洗 那才是恒酒不变的爱 其实事到如今 很多逻辑是说不通的 你娇生惯养 认识你的时候就是事实 你的家庭条件 比他们家富属 他刚认识你的时候 也是知道的 但如今到现在 这所有的一切 都成了你的罪过 其实从整个 跟你恋爱的过程当中 他都在刷自己的存在感 来打压你的积极性 即便是今天 到了这个舞台上来 你还在苦苦哀求 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种存在感的表现 他觉得你始终苦苦哀求 想要跟他再 对于他内心深处来说 也许得到了一些 自卑的安慰 你在跟他整个 恋爱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是有改变的 你从最开始的 不能干家务 到慢慢地学着去干 你是有所改变的 但是这些改变 对于他来说 其实有的时候 起到了反作 如果一个女人 有些事情就是不干 始终摆着一个高姿态 让你来追求自己 始终把自己捧在掌心 男人往往愿意这么干 但相反 你变得贤惠了起来 你变得什么都愿意 为他去妥协的时候 男人开始撬尾了 再加上现在 在毕业之后 经历了一些现实的生活 再以所谓的经济压力为借口 工作压力为借口 来要求你更加地改变 更加地卑微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不认为自己很自私吗 所以我认为大概从 他跟你在一起之后 在否定你这个 否定你那个 否定你的改变 否定你为他的付出的时候 你的价值已经变得很低 如今你徒苦哀求 就更加降低了你的存在感 所以 头也不回地离开 或许对于你 重拾自信来说 是个更好的途径 对不对 我的建议特别简单 情感的事交给情感 尤其你们年轻嘛 未来又很长 老师们刚才做的就是 过来人的一种叫理性分析 这个理性分析 就给你们提供一个 情感的参考依据 听了他们说的这些话 你的第一反应是 老师说得对啊 可不就这样吗 就是不舒服 那就分吧 大大方方的 没有什么 结论你们自己拿 接下来一起进行60秒 我就觉得 咱们就是在一起 这一年 就是经历的东西 也特别多 就是开心的事情很多 不开心的事情 也有很多 我知道咱们俩现在 就是有挺多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都不是什么 特别严重的问题 我就希望就是 你能想一下 咱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那些特别美好的事情 你能不能认真地 再考虑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 我考虑过 但我觉得 这么耗下去 长痛不如短痛 还不如给我们双方 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去接下来的生活 谢谢两位请回 感谢两位请回